TA,GA,CTA,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身為一位創業者或行銷人 總是會在工作上使用一些英文的縮寫 來表達一些複雜的名詞 今天我們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經營品牌或者是在職場上的英文縮寫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電商幾十通 電商幾十通是Shoplight新開的影音節目 主要是分享電商相關 還有品牌經營相關的大小事 那我們首先先從品牌跟廣告端常用的 名詞先開始 首先第一個就是TA,目標受眾 相信大家不管是在創業 或者是在行銷工作當中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要跟對的人說對的話 誰是對的人呢? 那就是我們的目標,目標的受眾 好,那接下來介紹的是SEAN,搜尋引擎行銷 它代表的是所有能夠去提升SEARP頁面的行銷策略 其中也包含了SEO搜尋引擎優化 以及PPC廣告的行銷 還有一些其他所有的 這個能夠去提升這個SEARP的行銷策略 那其實都包含在內喔 那接下來分享的是KOL 關鍵意見領袖 這個代表的是說 他們在某個專業領域的權威 讓他們的發言能夠去影響到他們的粉絲這樣子 那剛剛分享完KOL 那我們要分享另外一個就是KOC 那其實KOC跟KOL的概念很像 但是KOC呢 他們這一群人並不是公眾人物 而是他們可能是一般的部落客 或者是剛崛起的一些網紅網美之類的 他們最主要的特色呢 就是互動性高然後黏縮度高 在導購上面他們會 導購力上面會比較強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跟廣告相關的英文縮寫 那麼第一個是GA 那GA是全球有95%的行銷人 都在使用的一個網站分析工具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針對我們的網站啦 來分析我們的頁面的轉換 我們的流量 我們的流量的來源 那特別提醒2023年的7月1號 GA準備要停用 替換成新版的GA4囉 那更詳細的GA4的相關的教學 請詳細我們的部落格 連結就放在底下囉 那剛介紹完GA 那我們順帶一提 來提到GTM Google代碼管理工具 那這個工具呢 它非常的強大 它可以不管是管理我們的 Facebook廣告的Pixel的代碼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GA代碼 都可以透過這個工具來做管理喔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個 也是跟GA很相關的名詞 就是UTM囉 行銷人呢就可以在這個UTM的參數裡面 去放置在我們的網址裡面 那去做一些像GA的一些後續的追蹤 能夠知道說這個流量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從哪些受眾而來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CTA 行動呼籲 那其實就是包含在我們的所有的網站啊 或者是行銷的Banner上面 只要你有看到 所有的立即下載 立即購買 其實它都是行動呼籲的一環喔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差不多到這邊 那下一集我們準備帶來 數位廣告相關的名詞介紹 那如果你有一些意見或想法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其實這就是CTA喔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iksim podr